福建省一名拆遷戶邱日輝去年底持刀殺人 並劫持公交車撞人 造成多人死傷 1月28日 他被判處死刑 邱日輝的友人披露 事先他們向官方預警都被漠視 去年12月25日 福建隆岩市新羅區發生一起持刀殺人 並劫持公交車沿街衝撞 造成多人傷亡的案件 犯罪嫌疑人邱日輝當場被抓 1月28日開庭後 邱日輝一審被判處死刑 據瞭解 案發前邱日輝的多名廣州朋友 曾阻止其報復社會的過激行為 並多次打龍岩市政府熱線電話預警 但都遭到漠視 邱日輝的朋友郭先生表示 官方隱瞞邱日輝犯案的真相 他們公布的真相都被封殺 他們都不理 我們看見發生這個事都很悲痛 郭先生還表示 邱日輝曾到廣州 結識了一些同為拆遷戶的朋友 得知他是釘子戶被當地政府逼迫搬遷 丟掉工作 他要求150萬拆遷賠償 也沒有得到回應 案發後 邱日輝的廣州朋友簡貫蓮 也是堅持維權的拆遷戶 曾向媒體曝光邱日輝的犯案背景 卻疑似遭到當局報復 26號被廣州市天河區警方抓捕 去年12月25號下午3點20分 邱日輝在砍死一名居委會官員和一名警察後 劫持一輛公車衝撞路人 導致8死25傷 新唐人記者熊斌施宜君採訪報導 這麼恐怖